我看完這餐了 看完整完不知道有沒有英俊 你回家再跟大家說吧 好耶!我看完醫生回來 我去看整形醫生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那麼醜 收到很多朋友留言 叫我去看醫生 問我看醫生沒有 腿好還沒有 我看到這麼多留言 我都覺得不可以再拖了 我就鼓起勇氣 去查究竟可以看什麼醫生 我在這裡查查查查查 查了很久 都不知道看什麼醫生好 我在香港這麼久 都沒試過跌倒 要這麼嚴重 要去看鐵打 通常都是很簡單 在家裡休息幾天就搞定了 沒有鐵打 那怎麼搞呢 就讓我查到原來在日本 跌倒樓箱 就要去看整形 外科 原來 啊 真是不好意思 我又搞了爛掌 其實日文裡面的整形 就是等於中文的整容 哈哈 是不是很爛掌呢 整形外科就跟整容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哈哈 我住了在日本這麼久才知道原來跌倒要去看整形外科 我看完 但是呢 啊 有件好恐怖的事要告訴大家 就是 醫生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呢 唉 好傷心 我會在這條影片跟大家說回看醫生的情況 護士看到我的腳腫得這麼膠關 它有什麼反應呢 日本的整形外科 你有三個很奇怪的地方 是想定都想不明白 會跟你介紹 還有最後會跟大家說 醫生跟我說了什麼 會搞到我現在這樣的心情 唉 希望大家看這條影片 在最後看看我看醫生究竟有什麼事發生 還有給個like支持我 留言給我 share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我就是想快點達成一萬訂閱 上一條影片就找一個日本人跟他說一下 究竟支持香港還是支持日本 這個也挺好看的 OK 進正題 這條影片一開始就拍我走進整形外科的診所裡 其實這裡有一點點想說 就是我放一個鏡頭自己設定 我自己一個人 假裝走進去 門口的玻璃是透明的 走到很近 然後裡面的人看著我 但是我又沒有進去 走出來 我要收回相機 還有我會拍兩三個的照片 看看哪個照片最好 裡面的人都覺得我很可疑 聽到我很害怕 都要硬著頭皮進去看醫生 按按鈕開門 走進去 原來周圍的人都當我沒有到 其實可能他們覺得 我是看進去看看有多不多人 如果有多人的話 要等的就可能走 他們沒什麼理會我 我第一次看 給他保險證 然後等 嘩 等了多久 等了一個多小時 我11點去 他中途又是吃飯時間 我打算在吃飯時間前看好可以走 但是我等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才搞定 唉 等了很久 不過周圍都是叔叔和婆婆 所以我不敢說那麼多話 他們應該是要讓他們先看 好 輪到我了 走進去 我不知道什麼程序 然後我跟著護士指示 進去診證室 一邊就是醫生 前面有個電腦 但醫生差不多是幾歲 應該是60多歲 但他可以按電腦 OK的 我覺得他很先進 60多歲都會按電腦 另外那些護士 我這樣說是護士 不過都是一些大姐姐級的人馬 很多一個醫生 差不多有4、5個大姐姐護士 很多人 一開始就坐下來 跟醫生說 醫生問你發生什麼事 我就說 我拍Youtube片 我去清水支拍Youtube片 但是途中咬柴 打算扮搞笑 但是醫生完全沒有理我 你扭傷了 你是不是經常扭傷了 一開始談了差不多5分鐘左右 他一大量問我 就是問我是不是經常扭傷的 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醫生要問我這個問題 還問了很多次 他問了很清楚 一年是扭傷多少次 以往有沒有扭傷 原來這條問題是很重要的 對我影響很大 所以我才 唉 這麼悲哀 我就順回次序 之後再告訴你 為什麼會這樣 醫生看完之後 就進去照X光 然後進去照X光的時候 就脫了一雙鞋子 然後躺在床上 我把姿勢放好 兩隻腳都放好 然後護士看到我的腳 哇 你的腳這麼腫的 因為說是呀 那麼腫 然後他就 要幫我擺那個位置 X光在上面 那部機上面的鏡頭 向下拍我 躺在床上 護士就很害怕 他不敢碰我 他就很輕力地碰我 他看到我這麼腫 以為我會很痛 但是我一點都不痛 我說我不痛 你可以任何我搞 但是他都很害怕 就說 哇你這麼腫 我慢慢地扶 擺了幾個位置 總共拍了五張X光照片 拍完之後 就出去了 之後呢 醫生診症 大概這裡 五分至十分鐘左右 不是太久 搞定完之後 下床 然後就說回什麼症狀 之後呢 就出去拿藥 然後就離開了 為什麼我這麼快說完程序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日本整形外科的三個騎尼位 如果大家有去過香港看跌打的話 就可以比較一下 究竟怎麼樣 我沒有在香港看跌打 我就不知道 我就覺得這個醫療方法 應該是正確的 我會數他的騎尼位 由第三位數到第一位 OK 首先 第三位 登登 沒有治療的 怎樣沒有治療呢 我就說 拍完X光照片 回來 躺在床上 醫生 就跟你診症 怎樣呢 就是摸一下你的腳跟的位置 就這樣摸一下 很簡單 我就扭傷了 左腳 然後左右腳一起伸出來 我就不斷捏一下位置 問你痛不痛 哪個位置痛的 他就檢查你究竟哪個位置痛 如果是跌打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會捉一下藥油 幫你扭一下腳碗的位置 但他完全沒有 是怎樣呢 大概捏了五、六個位置左右 腫起那個位置 這樣就完了整個過程 日本看整應外科 看扭傷就是這樣 可能我是比較輕輕一點 所以才這麼快完成 這個就是第三位騎尼位 就是沒有任何資料 幫你捏一下腳 看看哪個痛 看看那 coin處的樣子 就完結的了 來到第二位 這個是什麼? 的就是貼帶那 nationalism的膠布 當 гор第一位 如何騎尼 如果我開來 bathtub 就可以知道如何騎尼 在院長期堆開了一次 由於費用了一個藥先 Esper抱 다가 scholarship 這張是那張膠布 看一下 就這樣貼上去腫動的位置就算了 以前晚上經常打機打到過夜 連續很多天,尤其是暑假時打到肩膀很痛 去買一些風濕膠布類似的東西 很大張的,白色的 應該是有幾大張的,兩張那麼大 白色的 大張左右,剪開兩張,貼在肩膀上 還有很大陣味,好像薄荷味一樣 但是你看看這張,我覺得奇怪的位置是怎樣呢? 就是這張是薄荷荷就這樣 就當是膠布來的 這個牌子是Lok Solin 應該大家聽過了 就是這個正式的膠布,有七張在裡面 就是用這張膠布,就是我拿到一個藥 就是這些膠布 這裡就是七片裝 給我三包就是這麼多 有21張可能給我三個星期 就貼這碗一張,就是這樣就算了 這個就是治療我腫了的位置 就是這東西這麼多 我是不是覺得很奇怪呢? 我又是未去過看鐵打 可能鐵打那裡會多些東西 又被捉一下鐵打就這樣 那我就告訴你,就是貼這張東西就可以了 他沒有叫你去怎樣捉一下它 沒有叫你去敷熱水、冷水或者怎樣 什麼都沒有,就是貼在那裡就是這樣而已 好像有些留言告訴我,西伊這些東西是很差的 就沒有跌打那麼好 但我這裡沒有跌打的辦法 我們看西伊,原來就是這樣 一張這麼兇的這張膠布就完成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21世紀? 2021年這些東西是很普遍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有經驗的話 就告訴我這個是正常還是怎樣的 那我現在就覺得是比較奇怪的一件事 好,到最後第一位之前 不如我給大家看看我現在的腳是怎樣的 除了膠布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東西是被我困住的 那這裡有一件事想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上一條影片 給了我的腳給大家看 那一段 即時的收視率跌得超厲害的 唉,笑爆嘴了 那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 在最後的第一位 那應該是寫時間 第一位是幾分幾秒 就可以跳一跳了 那OK,我就給你看看 那隻腳現在是怎樣的 那我就給大家看看 那這裡呢 有一個東西叫Supporter 它就說呢 將這個東西困住 叫我睡覺以外的時間都要困住 那這個是幫助我走路 應該是 其實不是跟那些蕭蕭蕭沒有關係的 那裡面呢 就有個回去膠布了 它叫我呢 就穿著一些長的襪子 我轉過來這邊 那其實是這樣貼來這裡就算數了 它就說這個東西呢 就不會吸汗的 那麼用這些物品吸汗會比較好 那麼我轉過來這邊 其實是這樣貼來這裡就算數了 那麼它腫了一個位置 那其實整個位置都是腫了 那就貼在這裡 那麼我不知道是怎樣造型 那是這樣造型 還是怎樣造型 我都忘了 那待會先拆開來看看 最後就是第一位 日本整形外科最奇心的位置 第一位就是 它的營業時間就是早上9點到12點 然後休息一大段時間 到下午4點半 才再開到晚上6點或7點 嘩哈哈 笑爆嘴 我這裡應該有一幅圖告訴你 它的營業時間是怎樣的 中間由12點一格格到4點半 中間這段時間是不能看醫生的 我不知道香港的跌打會這樣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又想了一點點 中途休息時間可能就是這樣 有些診所就是中間休息時間 我也知道 但是為什麼整形外科要休息4個半小時 醫生中間去哪裡呢? 他要去打遊戲機還是打報紙機 還是怎樣看書上網 原來發覺一件事 整形外科其實是看醫生的時間 因為早上就被老人家去看 或者被覆診的人去看醫生 中途的時間應該是很空閒的 他在4點半開門 為什麼要特地選4點半呢? 而且不是只在這間 我查過周圍的診所 都是4點半才開門 有些去到5點半才開門 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等學生放學 就是他們在體育堂上弄傷 或者之後的部活動 例如打排球、打籃球、打網球、打野球等 打到中途 如果扭傷的話 又可以給他們去診所看醫生 就剛剛好 所以醫院是12點半 至4點半都不開門 我又覺得這個很奇怪 不知道香港的跌打是否同一個系統 跟大家介紹了日本整形外科的三個奇怪的位置 我會再跟大家說一下究竟是多少錢 還有最後就是醫生跟我說過一樣什麼 就是令到我這麼灰 OK 跟大家說一下多少錢 這裡有張單給大家看看 我先看看怎樣 其他7月28日的看醫生 這個價錢就應該在這裡 12850日圓 這個是原價 我有保險 保險扣回 我要付的價錢就是3860日圓 在這裡 我不知道是便宜還是貴 如果3860日圓的話 乘回港幣 我當是4000日圓 4728 即是280元 這200多元裡面包什麼呢 就是包你等一個多小時 包什麼呢 就是包你拍五張X光片 他會幫你拍了不同的角度 五張X光片 就是包你一個老老的醫生 幫你按一下腳 還有包什麼呢 就是包藥的 就是這個藥膠布 就是有21塊 還有一個Supporter HASC這個Supporter 就是這麼多 本身還要記住 原價是12850日圓 即是差不多1,000港幣 我有保險 扣了自己給三成才是這個價錢 所以你想想 1,000元 就是這樣 就要等一個多小時 現在我不知道值不值 之前那段影片 也有人告訴我 他在香港看跌打 現在是剛剛 正正扭傷了腳 還是怎樣弄傷了 不如你告訴我 你看跌打那裡多少錢 我這裡差不多1,000元 你那裡不知道多少錢 會不會是便宜一點還是貴一點 我覺得如果要收1,000元的話 我當然不滿意 一看就看那麼少 而且沒有治療你 只是給你一些藥膠布 就是這麼多 如果是正價280元的話 我覺得大便宜 可能是400元 如果正價400元的話 我也覺得是OK的 最後 醫生跟我說什麼呢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除了是我自己的情況之外 跟大家都可能有關係 或者你自己有子女 親密戚友 有些小朋友的話 記住這件事很重要 他說什麼呢 就是診斷我 我骨頭就沒有問題 完全是沒有問題 就說我的印帶 其實是鬆了 他告訴我 腳周圍有很多條 其中有1條2條是鬆了 所以他一開始就問我的問題 問了很久 就是問我 究竟是不是經常扭傷腳 經常是同一隻腳扭傷 一年內大概是扭傷的一次 他問了很多次 就是說 是你的印帶鬆了 所以令到你的腳不穩定 所以有少少梯級差了 譬如清水紙那裡 我之前就告訴你 就是那個級 其實可能只有2cm左右 但我不知道怎樣屈掉 我告訴他 我清水紙拍Youtube 他不騷擾我 其實他可能在想 原來這傢伙的印帶鬆了 所以他不大人騷擾我 我問他 為什麼印帶鬆了 我又不是經常做劇烈運動 他就告訴我 可能你平時有扭傷 但你沒有去看醫生 沒有去敷石膏 或者怎樣安定 固定腳 你扭傷之後 因為你覺得自己沒事 有沒有特別腫 你就去走路 對印帶有很大負荷 所以現在搞到這麼久 印帶鬆了 所以你自己走路有時不穩定 現在送了 沒有辦法幫你收緊印帶 所以日後走路要小心一點 所以大家最好留意 尤其是小朋友 去扭傷等等 最好帶他去看看醫生 看看印帶有沒有問題 要不要去打石膏 或者找一些支持者 固定腳 對印帶的消耗 就沒有那麼大影響了 最後真的要謝謝大家留言給我 問我看了醫生尾 腳怎麼樣 如果不是那麼多人問我看醫生尾 其實我有可能覺得腳沒有痛 沒有什麼東西 就算沒有事情 我就會更加小心日後 真的很感謝大家 還有那條影片 除了有很多留言 有大概50個留言 另外有一半的留言 就是我自己回覆 所以這條影片 大概有100個留言 就是日來最多留言 其中一條影片 跟喜歡的那裡差不多有100個留言 真的很厲害 我還以為給大家看豬腳 很多人會給點讚 原來沒有這樣的事情 真的很感謝大家 那腳將會改善後 我就會跟大家說一說 還有改善後 就會再出去拍影片 拍京都、大阪、其他地方 讓大家知道日本現在是怎樣 或者是一些新的景點 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地方想看的 大概是關西附近的話 那你告訴我 我應該可以安排 都盡量去看看 真的很感謝大家 這次我這條影片 就搞爛的 就是整形 外科就裝 就裝整容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真的在日本都整容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會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多謝大家 給個like支持我 留言 share這條影片 給喜歡日本的朋友 下一集再見 拜拜 還有Slung先生那條影片 大家未看 即是上一條影片未看的話 都盡量去看看 有些很搞笑的東西 拜拜